在成都东湖公园的第四城 一场婚宴正在进行 一位慈眉善目衣着光鲜的女士 实际上就是个小偷 她为了掩人耳目 还专门找了一个在现场玩耍的孩子 来当她的掩护 就在她刚得手的时候 被另外一桌的客人无意中发现 民警将这名女士带回派出所之后发现 她不是第一次作案 早在2005年就因盗窃被判刑 大家再注意看下面这段视频 画面上这位戴眼镜 跨着黑包的女人 不断地来回穿梭走动 就在这时 离她最近的酒桌前 一位女孩因为要照顾新娘敬酒 而把自己的包和新娘的包 放在自己的座位上 并叮嘱亲朋好友帮忙照看 戴眼镜的女子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只见她靠近酒桌 不断张望 等待机会下手 就在人们被婚礼转移注意力的时候 女子顺手一牵 将包偷走 没多久 新郎新娘来到我们这一桌敬酒 记者主动和新娘干杯 但这一次他们还是没认出记者 如果不是我们记者亲自测试 真的不敢相信 这天底下还真有这不设房的婚宴 而接下来 吃过饭的记者准备主动和新人打招呼 创造条件让他们识破自己 新郎新娘根本不认识记者 这一次他们总该识破这个假冒的亲戚了吧 吃过婚宴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两点 部分宾客们陆续起身告别 这时我们的记者仍然没有表明真实身份 而是继续假装是一位亲朋好友 热情的和新娘打招呼 这位咱们就先走了 哦哦哦哦 完成你的喜庞哦 哦哦 谢谢了 谢谢了 你去到去的是哪个人啊 我正在这都受了 这都受了吗 今天是安会几天 你是不是想不去 啊 你是不是想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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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嘛 啊 想不去啊 对啊 我们很想不去 特别的成长的肯定 你不说我名字啊 不是 你是肯定的 刚才有个肯定的 啊 真记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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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记不到了 真记不到了 什么什么事 拜以十千三次 拜以十千三次 那 给自己个解开哈 都是成为电视块 比爱频道的记者 我先从此计划 那 恭喜你们 当记者递上我们 栏目组的红包之后 新娘才恍然大悟 紧接着记者向她解释说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测试 如果有打搅之处 敬请原谅 还好 新娘知熟达理 没有不高兴 她唯一很纳闷的是 记者究竟是什么时候 混进来的 他们怎么一点也没察觉到 再说了 现在经济发达了 老百姓都不愁吃不愁穿的 真去婚宴蹭饭的也没几个 真正可恶的 就是那些混进婚宴 大行其道的小偷 对付这些人 最好是提高警惕 主动核实身份 一旦发现可疑分子 轻则驱逐 重则报警 其实除了蹭犯和小偷 这两种类型外 据说现在还出现了 另外一种婚宴上的陌生人 这种人更可恶 他们混进婚宴干的事 是更缺德的事 什么事呢 拆婚 你 谢谢大家